各位来宾 今天非常欢迎诸位来到这边 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请到 台湾大学社科院的石教授 来这边为我们讲一个 目前可能我们都需要面对的 一个大的问题 那很多这些观念 我刚刚跟石教授在聊天的时候 我也有很多疑问 那他等一下来演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 观念上的一些吸收改变 那我们鼓掌 我们欢迎石教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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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坐在这里 光是听我们资金长跟我谈鼓说经 我就觉得好像今天演讲 站在这里的人应该是执行长 不是我 我今天是很高兴 一个礼拜三的下午 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跟乡亲 这个父老 一起来这个 做一些这个思想上的一些激荡 我们这个题目定得比较复杂 所以后来应行的时候 有出了几个措置 我昨天上网看到 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叫这个 全球后华性对中国明珠复兴的挑战 是很厚的滑 另外一个版本是 全球后华性对中国明珠复兴的挑战 是后面的后 然后滑动的滑 向后面滑动 所以我就把这个 我原来想要讲的这个题目 写在这个白板上 是全球后华性对中国明珠复兴的挑战 是后华 这个是我原来想要讲的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当初是怎么定下来的 我一时之间也回忆不起来了 因为你现在回头看这个题目 你会稍微觉得有一点尴尬 因为中国明珠复兴 基本上在我们这个社会上 不构成一个大家思考的问题 不是大家的这个问题意识 不但不是这个我们的问题意识 我们今天好像整个 国家最主要的一个政策大的方向 叫新南向 新南向当然跟中国明珠复兴 它不但不是同一个概念 而且是相反的一个概念 中国明珠复兴 当我们总是假设 这个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历史上 是如何形成的 那么在形成的过程当中 它跟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 互动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近来有许多的这个研究 基本上是显示说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在过去当然历史上没有这个概念 它就是在这个犀利东建 这个帝国主义向世界各地扩张 然后在世界各地形成了 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剥削跟压迫 造成当地人这个反弹 那么其中反弹的一个 形成的一个力量 就是促成了我们中华民族意识的 这个形成 进而薄新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中华民族意识之后呢 就后来又进一步地碰到 日本的帝国主义 在各种各样的激荡之中 所以这个民族意识 或者这个民族复兴的这种意志 就越来越坚强 一直到冷战 我们可以说是因为 这个国民党这个拨迁来台 在世界上受到很大的打击 但是并没有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放弃 所以还有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复兴这样的一种 这个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运动 所因应的就是当时在大陆上进行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中华或中国民族的父亲 他是从近代 因为因应帝国主义而形成中华民族的这个意识 而中华民族的这个意识呢 他为了要强国保重 他就越来越明确 成为这个知识分子 他很大的一个自我砥砺 成为这个革命知识 他自我砥砺的一种思想的根源 但是随着市局的这个发展呢 并没有像我们所预期的这个样子 反而是到了可以说是2012年之后 在大陆上重新提出了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的一种号召 所以这个听起来是这个非常这个 有某种这个历史的这种倒轨在里面 并不是历史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说 我们要复兴它 它就可以复兴 这个时代的发展 潮流的这个冲击 与我们所设想的不一样 但在我们似乎已经淡忘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使命的时候呢 中国民族复兴的一种火苗啊 突然好像在大陆上又燃烧了起来 但是我讲这样的一个题目啊 我觉得在我们台湾特别尴尬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呢 不但不是在这个中国或者中华民族复兴的 这样的一个思维框架里 去设想自己的历史的位置 或者是自己对未来的一种期许 我们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 我们讲的是一个新南向 新南向听起来呢 它是一个好像很技术性的政策 但是你如果深入地去想 以及看新南向背后这些知识界 为它所做的规划呢 你了解到的 它并不是只是一个 政策上简单的一个资源的重新分配 让大家减少跟大陆的往来 增加跟东南亚国家或南亚国家的往来 它并不是这么单纯的 只是一个政策资源的重新的分配 然后鼓励我们的老百姓 多跟东南亚往来 少跟大陆往来 当然在政策的设想下 它是如此设计的 但是政策背后的思维 它并不是这么技术性 在这个政策背后呢 当然是希望把台湾从一个 原来我们讲这个 在这个内战结束 国民党到台湾来以后 这台湾的这个一个地理的位置 是跟着美国的这个冷战 以及围堵政策走的 所以当时在我们的概念里 我们是属于东北亚 台湾是属于东北亚 所以东北亚还有韩国朝鲜 日本 所以这个 当时这个美国还 军队还在琉球 所以还没有交还给日本 所以我们把这个 这个东北亚 我们可以就是说是韩国 这个面对的就是朝鲜 这个日本 这个琉球 台湾 这个就是东北亚 后来琉球还给了日本 这个东北亚的概念 出现了一点动摇 我记得那个时候 在台湾 在讲东北亚 东亚的时候 并不是像今天 完全只是在讲政治 外交 国防 安全 反共 围堵 并不是完全在讲这些事情 我们在讲东亚的时候 我们同时还讲了 另外一个概念 叫亚东 东亚跟亚东在 这个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 是一个平行的概念 亚东的概念 在七零年代 才逐渐消失 这个亚东 不是我们今天讲的 什么亚东水泥 亚东篮球队 这个亚东 它这个亚东 应该指的就是 亚西亚的东部 这个很早很早 以前应该是在 从我们的中国的话语的 这个系谱来讲的话 它是可以说是在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才出现了一个概念 叫亚东 亚东基本上 它所指涉的 就是在亚洲被帝国主义 侵犯的落小民族 他们共同形成了 一个亚东的民族 一种亚东的 一种命运的共同体 这是亚东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呢 在进入冷战之后呢 这个概念其实 一直到 这个五零年代都还有 到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 七零年代 以后基本上就视为了 最主要的 当时两个原因就是 这个琉球交换给了日本 然后日本呢 又跟这个北京建交 所以这个亚东命运共同体 这样的一种观念 就没办法传承下去了 延续不下去了 早年我们有一个 那个诸位连长的 这个朋友都知道 我们这个有一个篮球比赛 叫亚东杯中美军事篮球锦标赛 我想爱打篮球的都知道 那个时候呢 亚东杯这个球赛 来参加的球队 包括这个驻日美军队 驻韩美军队 驻琉球美军队 驻菲律宾美军队 驻越南美军队 还有台湾的空军虎风 连情飞陀 陆军陆光 这几队 有一两次好像海军海光队也参加 海光队后来太弱了 就没有再打 这个亚东杯篮球赛 就是办到了1971年就没有了 因为亚东没有了 亚东没有了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亚东命运共同体 亚东命运共同体没有了 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冷淡的围堵的政策 是透过美国和每一个东北亚的 这个国家进行双边的这种 这种防卫条约的建立 所以美国跟日本有安保条约 跟这个台湾有这个共同防御条约 它是透过美国和地区性的国家 或者是地区性的组织建立的这个双边关系 在对共产主义阵营进行围堵 所以它这个双边关系 就把亚东命运共同体 这样一个概念给整个切割了 而最严重的打击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把琉球交给了日本 然后日本又跟北京建交 日本跟北京建交 当然是受到了美国 这个要跟中共进行关系正常化 来结束越战的这个大的政策有关 所以美国它作为一个世界的超强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 它就把东北亚给切割了 所以东北亚作为一个概念就动摇了 到80年代90年代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新的概念 越来越强地就取代了过去 已经消失了东北亚 就东北亚不讲了之后 大家开始慢慢讲东亚 东亚的范围就变得比较模糊了 不像过去讲东北亚 东北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 台湾 韩国 日本 琉球 这个东北亚 当然还包含中国大陆 但是它是敌对的 它在军事上跟政治上是敌对的 但是在文化上 我们把它视为是整个是东北亚的一份子 中华民国还代表整个中国大陆 所以我们在意识上 仍然把中国大陆当成是东北亚很重要的一份子 那么今天还有人 后来把蒙古也算是东北亚的一部分 但基本上我们讲 东亚的时候会有可能包含蒙古 东北亚比较少 所以台湾就不是 中华民国就不是一个东北亚国家了 它就开始变成是一个东亚的国家 东亚呢 它的范畴很大 它可以指东北亚 它也可以指东南亚 所以如果我们在国际上 跟这个英语学界的学者交流的时候 我们如果跟他讲东亚东亚东亚 他会要我们进一步问 说你指涉的范畴是什么 因为他可能会认为 你讲的是东南亚 你讲的可能是东北亚 因为东亚可以同时包含东北亚跟东南亚 那么东亚这个概念呢 后来呢 在我们这个台湾呢 它逐渐呢 就有了一个 怎么讲 就是它有了一个在我们日常用语 以及在学术知识界的这个话语体系里面 它就逐渐生根 因为它可以变成是一种 重新来组织 界定这个中华民国 在世界当中位置的一个方法 这是很尴尬的 因为中华民国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跟它有邦交的国家越来越少 我们刚刚讲1970年代之后呢 基本上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跟中共建交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位置 就变得是很模糊 很模糊以后呢 到了1980年代左右的时候 台湾被世界上凸显出来 是一个经济发展特别好的地方 所以可以成为第三世界的模范 同时可以作为美国拿来 跟社会主义国家 或者跟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作为一种榜样的 我们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地方 台湾自己本身呢 它就取得了一个独立的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 它因为政治经济发展得好 成为了美国在世界 政治经济体系当中的一个榜样 在学术界被人家单独拿出来研究 所以台湾就变成 在知识上一个独立的个体 它从那个过去 跟中共内战和跟追寻美国冷战 这样的一种大的政治安全的 这样的一种历史潮流当中 就摆脱出来 变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在政治经济上变成一个独立 被人家研究 被人家视为是重点的一个个体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要维系台湾 跟整个大陆 以及跟历史中国文化的关系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回头去整理 回溯 挖掘台湾自己本身的历史文化根源 而不要就一头栽进了 那个政治经济的潮流 以作为世界政治经济模范 而沾沾自喜 所以在大概好几十年前了吧 应该是 如果说是70年代 我们开国建会的时候 就刚开始的时候 要以台湾的经济发展 作为一种面对大陆的 竞争的一种方式 因为在政治上 军事上 外交上争不过了 要从经济上来竞争 就提出了要大陆上经济学台湾 那个时候 台湾就被归纳到 当时有几个国家 就东亚的几个重要的国家 韩国 台湾 新加坡 跟香港 这四个经济体 那么这四个经济体 就说明了 台湾在70年代初期 从东北亚被裂解开以后 东北亚变成是一个 是一个松散动荡破碎的概念之后 台湾就进入了东亚 而这个东亚概念 台湾进入东亚 它是依附在 那个政治经济的 这个分析框架里面 这个分析框架里面 就不是只有台湾 还包括了韩国 这个香港 新加坡 成为所谓的东亚四小龙 那我们一听着这个范畴就知道了 香港跟新加坡加进来之后 这个东亚的这个位置 东亚就等于是 把这个东北亚给吃掉了 就是现在不讲东北亚了 讲东亚了 而东亚里面同时包含 东北亚跟东南亚 但一旦台湾成为一个 这个经济的这个 变成是一个经济概念之后 变成一个经济的实体之后呢 那么台湾它的这个 精神的支柱是什么 这个就变成是 社会上一个很困惑的问题 所以在大学里面 就把这个课程 开始进行改革 在台湾成为东亚四小龙 变成东亚国家 变成一个经济实体 大约十几年之后 从1990年开始呢 我们的大学里面呢 就不教国父思想了 要改教中华民国 宪法与立国精神 重点就在于 这个立国精神是什么 台湾的立国精神是什么 台湾作为一个东亚国家 它的立国精神是什么 它不再是跟大陆联系在一起的 那个亚东命运共同体 所轰托的那样一个东亚国家 它变成是一个 以经济为主 和其他的四个小龙 变成是一种 纯粹是物质性的 这样的一个 单独的一个存在 那么我们的精神的 支柱是什么 要找寻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在这个大学 这个象牙塔里面呢 也重新试图 要透过 卢家文化的这种 现代化 卢家文化的 多元化 以及 一方面是现代化 就是卢家文化 在现代社会 它的意识 二方面是多元化 它在越南怎么样的发展 它在新加坡怎么样发展 它在韩国怎么样发展 它在台湾怎么样发展 所以一方面是 第二方面就是多元化 当然这个里面就是 一旦变成是 能够透过卢家文化 来重新理解 台湾的位置的话 那么台湾的 可能的潜能 又可以被提升 因为台湾是 比较少数的 同时保有中国古典 卢家经典 而它又 已经成功地 成为一个 经济现代化的 一个楷模这样的一个地方 它就变成是一个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所以由台湾来发动 成为一个 整个卢家文化圈里面的一个 我们这个 我现在一想 这个中文想不出来 它英文叫做HUB HUB这个 中文要怎么讲 就是好像是一个 中心基地一样的 一个地方 它可以让大家 各种各样不同的 多元的这种 卢家文化的脉络 汇集在这里 相互地交流 所以它是一个汇集处 就是HUB像是一个 汇集的一个地方 就是把各种 卢家文化已经分支了 在世界各地 尤其是亚洲各地 它的发展 因应当地的 这个特殊的环境 以及当地的这个学者 他们所这个 开展的一种新的 这种文化研究的 这些脉络 重新绘整 大家来相互看一看 说我们到底有什么 不同之处 我们如果看起来 如此不同的话 我们能不能够追踪到 某一个共通的根源 比如说我们跟 韩国的学者 要追踪 共通的根源的话 我们会追踪到什么 我们跟越南的学者 要追踪 共通的根源的话 我们会追踪到什么 我们跟大陆的学者 要追踪 共通的根源 会追踪到什么 我们就变成是一个 可以不断地 跟这个 卢家文化地区 所有其他的 这个 行为者 社会 去 用不同的方式 追踪我们跟他们 彼此之间 可能具有某种 特殊性的 共同根源 就是我跟韩国 有某一种 共通的话语 我跟越南的卢家 有某一种 共通的话语 我跟大陆的卢家 有某一种 共通的话语 就是把这个 卢家文化 一方面 这个 像历史上 寻根 二方面 又把 同时又保存了 这种多元的 寻根的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讲说 台湾像是一个 卢家文化的 汇集处一样 这不就 重新 把这个 经济实体里面 灌注了一种 新的生命力量吗 所以台湾 作为一个 东亚的国家呢 它虽然从这个 东北亚 它基本上是一个 一个 一个政治 军事的概念 这个 那东亚呢 它就 它就那个 军事性 跟那个 安全性呢 就对台湾而言 就没有 就不是像 东北亚 那么样的强 在我们属于 东北亚的 那个 那个历史时期里面 这相当大 多数的 这种 关切的问题 都是外交 军事 国防 这种 反共 保密 到了 东亚时期 我们的 更多的心力 就 集中在 经济的 这个发展 以及 文化的 重新的追寻 而且也同时 是在这个时间 可以说是 80年代 90年代 马克思主义 也重新在 不是说重新了 就是开始在 台湾的知识界 学术界 成为一个 越来越受到 这个大家重视的 一个学术的传统 这个 那马克思主义 进到了 这个台湾来之后呢 又让台湾跟大陆之间 重新取得了 另外一个 这个学术上 或知识上 可以互通的 这个桥梁 那么大陆 在文化大革命 结束之后 在80年代 兴起了这个文化热 这就跟台湾在 然后一直发展到 90年代 就跟台湾 重新 要透过一种 儒家文化的 一种 这种 重新的这种 培养复苏啊 来这个 替自己 的这个 立国的精神啊 这个 依注新的 这种 活水源泉 这个趋势是一致 所以台湾跟大陆之间呢 就在各个方面啊 取得了 在冷战时期 所不可想象的 这个联系 一方面在 中国共产党 他的这种 立国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这种立国的精神啊 在台湾居然 也开始有了 这个 以马克思 学术 这个 传统 这个 顺着这个 全数传统而开展的 这种各种各样的 研究议程 大陆上出现了 文化热 台湾也试图 把自己重新 这个 规划成是一个 儒家文化 汇萃的一个地方 道路上开始拼经济 台湾呢 也正好是一个 经济发展 相对成熟 可以跟大陆 进行互动的时候 所以不认识从经济上 从学术上 还有从我们的这种 这种自我的这种认识上 这个两岸都能够突破 这个冷战当时的束缚 重新建立起 各种各样的这个联系 这个就是 东亚时期 我们讲 可以讲说是 台湾从做一个东北亚的 中华民国是一个 东北亚的国家 包含大陆 到中华民国 变成是一个东亚国家 是属于一种经济发展 以台湾基础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基地 找寻自己的 这个文化的认同 到了21世纪 可以说是应该说 2010年以后呢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 那么就是要更往南走了 台湾作为一个东亚国家 它跟大陆之间的这个联系 绵绵密密 那么到了这个2010年之后呢 我们进一步地往南走 其实并不是 2021世纪才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大家如果回过头去 看一看1996年 总统大选之后 李登辉总统当选时 他的这个致辞 在里面已经隐约透露 台湾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 成为世界上另外一个 华人国家 这个其实是很早就有 这样的一种思维存在 但是等到它变成 政治上一种力量的时候 它已经可以说是 2015 2016年以后的这个事情 这2010年左右 我们可以讲说 这个台湾的这个 作为一个东亚国家 到底要怎么样做下去 能不能够透过跟大陆 在这种方方面面的 这个平凡的这个相互联系 来维持自己 就变成是政治上 跟这个思想上 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被拿出来 当成检讨的一个课题 所以到了这个2016年 这个新的政府成立之后呢 我们国家就推出了新南向 新南向在概念上 我们刚刚讲 它除了是技术上的 要增加到东南亚国家的 经济投资 吸引东南亚国家的 这个观光客之外 很重要的就希望 能够把台湾变成是 东南亚第一部分 就彻底脱离东北亚 而且要把自己从一个 含混不明的 东亚状态当中 凝聚成是一个 这个鲜明的东南亚国家 所以我们对于 东南亚的政策 进行了大幅度的这个转变 在这个南向政策里面 除了经济之外呢 很重要的就希望 能够让东南亚的人 跟台湾的人呢 能够大量的交流 大量的这个 我们叫mingle 混杂在一起 最好甚至通婚 这个东南亚的这个 我们大量吸收 东南亚的学生到台湾来 希望呢 因为我们过去 东南亚来的人 主要都是做工人 做看护 做管家居多 那么这些人来到台湾之后呢 要留在台湾 或者是跟台湾的本地人 通婚的机会不大 因为他们被视为是 社会阶层当中 属于劳动阶层 他既然是以劳动者 以体力劳动者的身份 来到台湾呢 他就对台湾的本地的人呢 缺乏一种吸引力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自己 变成是一个东南亚国家 我们台湾人变成东南亚人 就像东南亚华人一样的 东南亚人 那当然就希望 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人 也要能够 东南亚社会的人能够通婚 那通婚的对象呢 必须要去找啊 要去培养啊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 对东南亚的这个政策 有很大的放宽 第一我们希望 他们有大量的观光客来 观光客如果不来的话 我们政府会补助他们钱 让他们来 这个不单纯只是一个观光政策 看起来 它是一个观光政策 它就是因为观光客少了 我们这边观光客 观光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观光业萧条了 所以我们希望 东南亚的这个客人 多点来 多一点消费 所以我们拿钱 给东南亚的客人 让他们来 但是经过这种 大量的往返之后呢 当然是要刺激 更深入的这种交流 第二个面向是我们的教育政策 这个世界上 所有国家的这个教育政策 几乎有一点是共通的 就是他们虽然欢迎 各国的留学生 到自己国家来念书 一方面表示 自己国家的 学术的水平很高 二方面能够 帮助自己的社会国际化 但是呢 留学生呢 想要留在我这个社会工作的话 这个世界上多数的国家 是不允许的 因为这会剥夺 我自己学生毕业之后 找工作的机会 甚至留学生 到我这个国家之后呢 他在留学期间 是不准工作的 他如果工作的话 也会强调我这个社会上 其他人的这个工作机会 但是我们现在 对东南亚的教育政策 在这方面可以说 是引领世界之先 就是我们慢慢慢慢 会在大量 这个吸收东南亚学生 来台湾读书的同时呢 允许他们在读大学期间 就在社会上打工赚钱 而且允许他们毕业之后 留在我们这个社会 继续工作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 这个思维呢 当然就跟世界上 绝大多数国家不一样了 你就会想说 那我们政府为什么这么大方呢 所以它不单纯 只是一个留学政策 跟观光政策一样 它不单纯只是一个留学政策 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 到台湾来 留在台湾 跟台湾的年轻人 水乳交浓之后 他当然很容易 就跟台湾的年轻人 就结为连礼 结为亲家 就留在这里 然后他们就会生孩子 生了下来的孩子 当然台湾的人 就跟东南亚的人 不就混血 有了混血的基因了吗 那不就更深刻地 让台湾这个社会 能够成为一个 东南亚 绝对东南亚化的一个社会 也就是把台湾的华人 逐渐地转化成 像东南亚华人 这样的一种 人 这样的一种社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趋势 从东北亚到东亚 再到东南亚 在这个趋势之下 我们如果要来讲 中国民族的复兴 真的是一个 蛮尴尬的一个事情 但是这里面可以看到 台湾的一种特殊性 就是它是处在一个 可以东北亚 可以东南亚 也可以是模糊的东亚 这样的一种文化位置 跟地理位置 它不单纯是地理位置是如此 它的文化位置也是如此 过去这个90年代开始 因为讲这个全球化 全世界各地都要 这个说自己很特殊 跟人家不一样 那么说自己很特殊 会有一个陷阱 就是把自己 绑在某一个特定的这种 文化的位置 被人家消费 就是说那你以后 永远只能是这样子 比如说你在这个 迪士尼的卡通里面 有这个阿拉丁 阿拉丁里面 你去看这个 阿拉丁的故事 你看阿拉丁故事以后 你就等于是 你想到埃及呢 你就会想到摩坦 想到这个尼罗河 想到沙漠 想到金字塔 以后所有要到埃及的人 就要去看这几样东西 埃及就等于被锁在 这个金字塔 尼罗河 摩坦 这样的一种 奇风艺术的形象里 所以一方面 全球化的时代 强迫每一个地方 要有特色 但是你在讲特色的时候 又会担心被人家 锁进一个 奇风艺术的 一个特定的框架 你跑不出来 所以你就永远是一个 被消费的一个对象 那大家就想办法要 一方面要有特色 另外一方面 它要证明自己是 那个多元的 自己本身就是全球的 所以在那个时代 有好多好多种 有趣的这种 这个各国有各种 自我推销的方式 我记得那个时候 在台湾呢 听这个ICRT 就是这个 这个美国的这个 美国 过去是美国主办的 算是一个国际的 英语的这个电台 这个马来西亚 这个就到台湾来推销 叫大家去马来西亚观光 它里面就有一个 一个词叫做 马来西亚是真正的亚洲 意思就是说 你到马来西亚 你可以看到印度 你可以看到这个儒家 你可以看到回教 你什么都可以看到 所以马来西亚 才是真正的亚洲 你到马来西亚 就看到所有亚洲了 你就不用去其他地方 所以这个行销是很有趣的 它一方面把马来西亚的特色 凸显出来 另外一方面又强调了 马来西亚的多元性 而等于是告诉你 说 告诉西方世界 欧美世界的人说 你不要到其他的亚洲国家 因为到中国就只有 中国的东西 你到印度 只有印度的东西 你要到马来西亚的话 又有中国东西 又有印度东西 又有回家的东西 你什么都有 所以他叫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is truly Asia 这个就是他的观光的台词 所以那个时代 90年代是全球化的时代 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既多元 又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年代 这个年代当然对台湾 是很大很大的考验 尤其我们刚刚讲说 那个年代就是跟大陆 重新建立连结 而且快速提升两岸交流的 那样的一个年代 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 两岸基本上 就是台湾的中小企业 跑到大陆去 弄一些很低端的 这些生产的技术 然后把工人都关在厂房里 有时候就发生火警 一下就烧死70个人 烧死100个人 这种惨剧经常发生 晚上如果不把他们 关在这个宿舍里 可能有些工人 扛着你的机器就跑了 因为台湾80年代 去大陆的时候 它的那个技术 非常的低端 很容易学 人家在工厂里 待三个月 什么都学会了 所以到了90年代 这个两岸的交流 才真正提升 变得比较有品质的 比较具有技术 真正有技术水平的 这个企业去了大陆 文化交流提升了 意识形态的这个 这个禁忌打破了 我们刚刚讲 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来交流 所以到了90年代之后 有了这样的一个大的 这个大的这个转变 所以台湾就是 我们刚刚讲 它是东北亚国家 它是东亚国家 它是东南亚国家 那你要讲这个 中华民族复兴 你光在台湾 这一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困难 因为你要问台湾 中华民族是什么 它给你的 你可以听到的 想到的答案 可能是五花八门 如果我们讲这个 卢家文化的话 我们可以跟 这个 这个 卢家文化圈的 这样的沟通 里面跟我们竞争 比较激烈的 其实很多地方 跟我们竞争都蛮激烈的 现在这个卢学 在世界各地复兴 很多地方都很激烈 但是有坚强传统的这个卢学呢 其中之一就是在韩国 韩国对这个汉学的研究 很早年 日本对汉学的研究 当然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脉络 这个韩国跟日本对汉学的研究呢 跟我们今天 说这个卢家文化被多元化 是息息相关 因为在日本跟韩国的 这样的一个汉学传统里呢 追求的不是一个多元化 不是像我们今天 台湾的这个卢学界 所强调 而且所鼓励的这种多元的卢学 就是要从各个地方 自己不同的本土的角度 来理解卢学发展 你可以回头去寻根 你也可以进一步地在你自己 具有在地本土特色的脉络里 进一步地往前走 跟人家更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台湾这个卢学 所讲的 就是同时要包含 它的某一种共通性 但是又要能够让 让差异性或者是让不同的脉络 的这个卢学的这种学者 能够相互欣赏 能够做到一种 让大家同时能够相互欣赏 又能够寻到某一种共同的根源 能够做到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台湾卢学要讲 但是在韩国跟 我们尤其讲朝鲜 跟日本的这个卢学 它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它是要证明说 这个卢学的传统 已经不在中国 那么这样的一种 内在的一种知识 或者是应该说是知识 或者是文化的压力 在历史上存在很久了 在这个满清路主中原的时候 就对朝鲜和日本 带来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过去他们总认为 这个中原 是这个卢学的这个根本 可是呢 到了这个 满清路主中原之后 满清是野蛮人 那野蛮人占领了中原 那中国到哪里去了 卢学的正统到哪里去了 想来想去 他们就必须要 承担起这个责任 就开始觉得说 那卢学的正统就在我这里了 中国就是我了 因为现在中原已经被满清占领了 那我就是中国了 所以在德川的时候 甚至在这个朝鲜 都有一种危机意识 在危机意识的敦促之下 很多人开始 很多的卢学者 开始以中国的正统字句 这样的一种思维 一直到了 这个大东亚共荣圈时期 都还存在 我们看那个时候 民国初年 我们说五四运动 要把现装书丢到毛坑里去 这些现装书 会有大量的日本来的学者 在这个中国的这些大街小巷 去收购 如果你去 在这个昭和 之前是这个大镇 日本的大镇 昭和年间 去看这些卢学者 这些日本的大卢 他到中国来 跟中国的这些 这个同好 这个切磋 一方面当然切磋得很愉快 觉得都是这种卢学的传统 二方面 非常的惊恐 觉得这个中国的社会 怎么这么落后 大街小巷 都是这个垃圾 都是小便 随地小便 没有这个卫生的这个概念 把这个 对于中国文化 或者中国上国的 那个美好的那个印象 都摧毁掉 然后中国人要把现装书 丢到毛坑去 要现代化 不要走这个 过去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路子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 现装书大量的这个收购 把这些传统的古籍 通通放在自己家里的图书馆 它就产生一种感觉 就是说 中国就在我这里 我就是中国 那么这种意思 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有 在这个汉学界呢 就许多重要的这个知识分子 都收集了大量的 中国的这个现装书 自己经营在自己的图书馆里 这个 抵律自己 当然他们也 也很关心这个市局 也很关心中国的这个发展 影响所及 这个军阀到后来 或者是一些大的这些 政治思想家 就可以认为说 中国就是我的了 中国就是我日本的一部分 所以我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 是包含中国在里面 它不是以摧毁中国 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精神基础 它认为就是说 你们西方人不了解中国 不懂儒学 你跑到中国来 跑到亚洲来 你就只会剥销 你会建立你的港口 你会去弄那些矿产 你会找这些奴隶来帮你工作 而这些好多东西都拿走 然后你想要把这个基督教传给他们 传了半天变成的是义和团 这个传了半天变成是太平天国 你就觉得就是说 这个你西方人根本没有办法 这个掌握处理中国 但是日本可以 所以呢 日本在面对西方挑战的 向西方挑战的时候呢 他之所以认为自己 有资格有能力 而且高于西方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他比西方更了解中国 他可以把中国复兴 你西方不行 因为中国就在他这里了 所以当他在向中国出兵的时候 一方面日本社会上 有些知识分子感到非常的困扰 就是说我们都是亚洲国家 你怎么可以出兵中国呢 出兵中国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日本军阀是告诉你 说我出兵中国 是因为中国是我的弟弟 他不争气 我要教训他 这就是日本退出 国际联盟的时候 他发表的这个谈话 军方发表的谈话里面 就谈到就是说 哥哥教训弟弟 有错吗 所以日本认为自己可以 他叫做超克 要对西方要进行超克 要超克这个 西方带来的近代性 让西方知道 近代性 或者是我们今天讲现代化 是很偏狭 很物质性 那个精神的东西在我这里 而我这里的精神东西呢 是包含了所有中国的东西 而你呢 在中国遭到挫败 因为你根本改变不了中国 你了解不了中国 我可以改变中国 我就是中国 所以他可以对西方进行挑战 他在精神上的一种自信的来源 就在于他 他认为他自己传承了中国 这个和我们今天看 今天这个 这个韩国的这个卢学者 他们的这些 想要这个解决的困扰 虽然不完全一样 但中间还是有一些 你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些共通性 就是要想尽办法证明 这个中原或者是儒学的正统 在自己这里 不在中国 如果说日本在这个大正年间 昭和年间的一群 这个知识分子 他要证明中国已经在日本 当然日本不只是中国 日本还有近代性 还有欧洲性 而欧洲没有中国性 没有东方性 日本有 中国没有欧洲性 没有现代性 而日本有 所以当时日本称他自己的 一种这个精神上的位置 叫做世界史的立场 世界史就在日本 因为呢 日本有东方的东西 也有西方的东西 听起来就像马来西亚讲说 马来西亚就是真正的亚洲 一样的这个逻辑 韩国的学者 到今天为止 韩国的历史学者 韩国的儒学者 非常的在意的 就是会被人家认为 自己是继承了中国 他们要从这个 汗流冲动的这个古典文献当中 去证明韩国才是正统 而并不是这个 经常被这个 这个北边来的这种 蛮人占领 是元朝也占领了 你这个中原 满清也占领了你中原 你这个中国人最强的时候 都是野蛮人占领的时候 所以你这个中国是 老早就失去了 它的这个正统 正统要到哪里找 在韩国才可以找得到 所以我们讲说 卢学在日本 跟在这个韩国呢 它强调的是一个正统性 这跟我们刚刚讲的说 台湾在90年代之后 所追求的那种 卢学的这种会萃 它强调的是多元性 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正统性 一个是多元性 其实台湾 在90年代之前 也是讲正统性的 这位应该记忆犹新 在这个 我们自称是东北亚 我们认为自己属于 东北亚的那个时代里面 大陆上后来发生了 这个文化 1965年 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1965年 1965年好像就是 亚东杯中美军事篮球锦标赛开办的时候 那一共办了七届 我记得 我们就发动了这个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当然今天中华文化复兴总会的会长是蔡英文 他并不是 他所理解的中华文化复兴 当然跟 在文化大革命摧残之下 由台湾为了要保存中华文化的这种传统精髓 而发动的中华文化复兴 它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当时的中华文化复兴 当然反映的也是一种 我们中华民国才是 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文化的正统 所以我们也经过过正统性的时代 就是说中华民国也有在 儒学正统性的时代 中国正统性的时代 那么这样子在儒学所铺陈出来的这种 对于中国的认识 用英文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种 我们讲叫做中华性 就是说 它是一种 谁才是真正的中华 我们常常讲说 韩国就是一个小中华 台北就是一个小中华 日本也有中华街 各种各样就有小中华 我们这个日本 还有很有名的漫画叫做 中华小厨师 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过 也许诸位家里的年轻的朋友看过 中华小厨师 他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在日本 他为了研究中国的时候 从日本的历史上 他要研究中国 发展出了好多不同的学派 有叫做东洋学派 我们常常讲东洋就是指日本 但是日本最早的东洋学派的东洋 讲的就是中国 所以在日本有东洋学派 有支那学派 支那学派就是把中国当成 是一个地理的一个范畴里面 所有的这种风水啊地理啊 这样的一种研究 把中国当成是一个客观对象来研究 所以有东洋学 有支那学 有中国学 这样一路发展下来 在日本对中国的研究 但是日本没有中华学 这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去看中华小厨师的话 这部漫画的话 你就会体会到 原来日本认为中华就是他自己 或者就说中华就是日本的一部分 所以他不会去研 他在研究中国的时候 不会认为他是在研究中华学 因为中华是他自己的一部分 他要研究中国的话 就是叫东洋学 叫支那学 叫中国学 不叫中华学 中华是他自己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日本的卢学 汉学 还有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掌握 以及韩国 对于这个传统卢学 历史文化的这些掌握 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中华性的正统 这个中华性在英文里面讲起来 就叫做Chineseness 这个很重要 这个英文字很重要 因为这个英文字到后来 它变得就是说 它不再是我们能够 轻易要去使用的这个英文字 而变得是我们要被这个英文字 追着跑的这样的一个字 所以我讲这个Chineseness 要用英文来讲 这个是等一下会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中华性 如果你要翻译成英文 就叫做Chineseness 而中华性所讲的这个Chineseness 是一个正统的概念 谁是中华的正统 是韩国 还是中华民国 还是日本 谁是中华的正统 所以它是这个Chineseness 所隐含的意思是一种 对正统性的追求 可是呢 如果你往这个东南亚来走的话 我们刚刚讲说 东南亚有大量的华人 东南亚的华人是 这个历朝历代的 从中国移民出去 到这个东南亚 这个 菲律宾可以说是最早 这个有大量的这个 华人到这个菲律宾 这个当然到菲律宾后来 因为这个西班牙的这个 西班牙是它是这个 菲律宾的这个殖民母国 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所以华人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西班牙 到了这个菲律宾之后呢 它主要呢 后来被当成是一个 跟中国做贸易的一个桥梁 就是华人等于是 这个把中国的货物 透过菲律宾运往西班牙 还有世界各 西班牙的帝国 殖民帝国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等于是中间人 华人当然也往印尼走 不用说了 往印尼走的华人 就受到印尼的 殖民母国的影响 当时这个 算是马来西亚印尼 也没有分得很清楚 这个荷兰人呢 就把这个 他为了要统治啊 他就把这个华人 跟土著分开 逼他们分开居住 华人的工作 还是同样的事情 他就是跑到土著的地区 去买土著的东西 去卖到荷兰去 那当然这个 跟这个 菲律宾的华人 稍有不得 菲律宾的华人 是在中国 跟西班牙帝国之间 菲律宾只是 他们的一个港口 这个印尼的华人呢 是在印尼 跟荷兰之间 他不是在中国 跟荷兰之间 他是在印尼 跟荷兰之间 所以这个印尼的华人呢 他就跟印尼的本地人之间呢 他在利益上 就不一致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被 为了 因为这个 荷兰人怕 华人 他就把华人 集中居住 他不让他跟这个 印尼人 这个往来 所以印尼人 跟华人 在今天的这个 交往过程当中 有一大部分的 印尼的土著呢 仍然对华人 抱有极大的 这个猜忌 跟仇恨 是在这个 荷兰的 殖民时期 就已经建立下来 那当然 今天的马来西亚 更不用说了 有 有 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 这个华人 中间还有一部分 在1965年 独立成 变成了新加坡 新加坡可以说 是70%以上 到80% 都是这个 都是华人 当然他们每一个地方 的华人 遭遇是不一样的 各地都发 爆发排华运动 菲律宾有排华运动 印尼有排华运动 这马来西亚 当然它在政治经济 各种制度上的安排 都是这个 要压制华人 看起来好像 新加坡的这个 华人的地位比较高 其实也 不完全如此 因为新加坡呢 它是从马来西亚 独立出来的 它面对马来西亚 印尼的这种 对华人的一种 一种厌恶 或者是一种 不信任 所以新加坡 整个国家 就成为一个 可以被当成敌人 或者是不信任 仇视的一个对象 所以到今天为止 新加坡最大的困惑 就是怎么样面对自己 是华人这件事情 不久之前 因为美国为了重新围堵中国 欧巴马的这时期 它有一个政策叫 要回到亚洲 要重新在亚洲 要把美国的资源 重新放到亚洲 那么新加坡就变成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 美国的军舰都要跑到新加坡去 所以大陆的网络上 很多人就拼命地骂新加坡 说新加坡是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它怎么会以为自己可以去玩弄大国政治 要跟美国结合在一起 要来制衡中国等等的 就拼命地批评这个新加坡 他们其实不了解 新加坡最大的安全的威胁 不是来自中国大陆 曾经是 在这个 在这个 冷战时期 这个马共 非常的这个火药 马共呢 都是中共支持 马共就在马来西亚 跟新加坡造成很大很大的 这个困扰 所以这个马来西亚 跟这个中共建交里面 谈判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处理马共的问题 但是并没有成功的 1974年 马西亚跟中共建交的时候 并没有成功地 让中共承诺 切断跟马共的关系 是后来一直到了邓小平 才下这样的一个决心 那后来这些马共啊 这些这个 从这个从里里出来之后呢 最后很多人都在新加坡 这个过晚年 写这个 他们写这个回忆录啊 回到马来西亚 或者到新加坡 新加坡真正最大的威胁 就早年当然 它的威胁是来自 这个共产党 因为它80%是华人 这些华人呢 在二次大战期间呢 通通是心向祖国 要来这个抵抗这个日本 新加坡也被日本占领 所以这些华人都是 在这种生存的这个过程当中 抗日的过程当中都是爱国的 他们爱的就是中国 所以中国是共产党 他也爱中国 中国是国民党 他也爱中国 所以这就让这个华人呢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新马的这个华人社群 变成是马共 这个游说渗透 或者是收编最好的一个对象 也成为这个反共政权 所怀疑的这个对象 所以这个 所以新加坡对于这个 早年当然就是70年代以前 它对中共是非常非常的 这种这个警觉的 所以在1972年上海公报之后 1973年李光耀就秘密访台 跟这个跑到台湾来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李光耀希望 要想尽办法支持台湾 让中华民国能够挺住 如果中华民国能够挺住的话 中共就不会把 不会把他的心力放到东南亚 这是李光耀整个的 大的这个战略思维 所以他要想尽办法来帮 来帮这个中华民国 当然后来 经过大量的交流 他就跟蒋经国 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 私人的友谊 那这个友谊到 蒋经国过去之后呢 还一直保留着 所以李光耀对台湾特别地关心 这个对陈水平也关心 对李登辉也关心 对马英九更不要说 他也关心 所以新加坡的这个情况呢 大陆上很多的这个网民啊 或者知识界不了解 他们就批判新加坡说 你怎么可以支持美国 但他们不了解 新加坡在八零九零年代之后 它真正的主要的安全的威胁来源 是来自于马来西亚跟印尼 对于华人的一种 一种排斥 所以他要因应这样的一个排斥 所以他不能够让马来西亚 跟印尼的土著政权 认为新加坡是第三个华人国家 如果新加坡变成第三个华人国家 它不就变成了印尼跟马来西亚里面 华人可以向往 可以依赖的一个第三祖国吗 那他不就变成马来西亚跟印尼的敌国了吗 那他这么小一个国家 怎么生存呢 所以他要想尽办法 不要让自己变成是华人国家 但他有80%是华人的 所以李光耀后来有一个政策 七年代有一个政策 就是不支持这个华语教育 他是后来到了八零年 九零年 快九零年代了 透过跟台湾的交往 在台湾发现说 你可以把这个中华文化 中国的语文教得好好的 保存得好好的 一样反共 他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就是说反共不一定要反华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启发 所以后来呢 他发现这个中国大陆经济崛起 成为新加坡未来经济发展 非常重要的一个潜在的资源之后呢 他又重新开始鼓励新加坡的 后来的这个兴起的一代要学华语 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 这个华语教育中断的新加坡 当然我们刚刚讲 就是新加坡最主要的威胁的来源 是被马来西亚跟印尼的土著政权 这个伊斯兰政权 当成是第三个华人国家 所以他证明他自己不是华人国家 所以他的办法 当然就是说他尽量维持反共的位置 当他必须要跟中国大量交往的时候 他要维持他的英语优势 到他需要增加他的中文的这个中文的时候 他确保他的中文是一种技术性的中文 而不是一种文化的中文 所以新加坡的政府 新加坡的智库 所有面对中国的智库 全部是从国际上来 而不是从他自己社会上去争取 他自己社会上有大量的 对中国了落执掌 对中国文化 对中国社会非常精通 而且实际上也经常频繁交流的 这样的一种人才 他通通不用 免得自己被这种跟中国的 快速高升强化的交流 给这个吸收过去 他保留自己不是一个华人国家 所以他一定要 所以他一定要 他的中国研究是用英语做的 用英文做中国研究 李光耀到中国时候 都是讲英文 他不讲中文 他到 他当然一开始他中文讲得不好 他后来也学中文 但他到中国的时候 他都是讲英文 他就是要跟中国保持区隔 而且这个区隔是做给 印尼跟马来西亚看 那么另外一个 更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让印尼跟马来西亚 不敢碰新加坡的是什么呢 就是新加坡变成是 欧美西方世界 的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伙伴 所以新加坡想尽办法 让世界各地的这种 这种跨国企业 都把他的亚太的总部 设立在新加坡 要证明说 它是纯粹是国际化 更重要的是 透过跟美国的联盟 像美国的军队 不断地去新加坡 美国的最主要的这些 国防部长啊 国务卿啊 经常要去跑到新加坡 这就让新加坡可以让 等于是嚇阻 印尼跟马来西亚 想要对新加坡 这个进行这种 负面的政策 他们不敢 因为新加坡是美国支持的 所以新加坡拉拢美国 让美国使用新加坡 它不是要去制衡中国 它是为了它自己的 它自己的华人的这种组成 不要变成是马来西亚 跟印尼的敌人 而做的一个国家整体的 大战略的思维 但是中国大陆网民不懂 但为什么要讲到新加坡这个事情 讲到印尼 讲到菲律宾的这个华人 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这个华人呢 我们刚刚讲说 新加坡之所以会对 印尼跟马来西亚产生威胁 就是说 新加坡如果变成第三个华人国家 它就成为 印尼跟马来西亚 华人的祖国了 第三祖国了 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 像这个 印尼在发生 1998年发生 这个排华暴动的时候 这个 中国大陆不能管他们 对吧 所以很多人逃呢 逃到哪里去 他逃到新加坡去 因为他们不能跑到中国去 他们没有政见 他不能跑到台湾来 他们没有政见 他们跑到新加坡去 那你对新加坡而言 这什么意思呢 说你们都跑到新加坡来 那我怎么办 所以这个对 这就是说 这个华人啊 如果东南亚的华人 他变成是 一个整个的 变成一个整体 变成一个群体的话 对所有的土著国家 都是威胁 缅甸会认为你是威胁 越南会认为你是威胁 印尼认为你是威胁 马来西亚也认为你是威胁 所以 这个东南亚的华人社群 如何避免 让自己所在国家的政府 认为 东南亚只有一个华人群体 是他们生存的关键 如果他们被认为 有可能跟 这个东南亚的其他华人 结合成一个共同的群体的话 他们就变成 那个国家最大的安全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 在东南亚的华人学者里面 不断地鼓吹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东南亚的华人 彼此之间差异极大 他们语言不同 生活习惯不同 名字不同 饮食不同 宗教不同 他们根本不可能构成同一个群体 几乎所有的华人学者 在做东南亚华人研究的时候 他们不管研究了什么课题 共同指向 不变的一个终止 就是要证明 他们所研究的 那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 那个华人社群是特殊的 跟其他华人社群是不一样的 这叫做差异性 所以我们讲说 东南亚华人有什么特性 它的特性就是差异性 华人性就是差异性 如果我们要把华人性 翻译成英文的话 它就叫Chineseness 你要把华人性的三个字 翻译成英文 它就叫Chineseness 跟我们刚刚讲说 把中华性 翻译成英文 也叫Chineseness 这是英语表达当中的 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都叫Chineseness 但东南亚的Chineseness 是差异性 东北亚的Chineseness 是华人性 现在世界上有两个地方 要把自己从正统性 变成差异性 就是台湾跟香港 台湾跟香港 过去呢 是在那个正统性的 那个脉络里 那个文化脉络里 界定自己的 香港是什么样一种状况呢 我们讲说 国民党从大陆到台湾来 其实从大陆到台湾来的 当然不是只有1949年 这一代啊 历史上七八代的人 唐山过台湾 好几代好几代的人 但它跟香港的情形不同 因为从唐山过台湾来的人 相当大一部分 是来讨生活的 它不是这个 当然也有人去从这个历史上追踪啊 如果你是从闽南 到台湾来讨生活的话 闽南呢 当然就是南宋这一支下来 南宋这一支呢 就是在中原 这个 逐路中原失败 逃到闽南来 所以南宋有一种文化传承 就是一种非常悲哀的文化传承 就像歌仔戏一样 就是都是很悲戏的这种 就悲调的一种戏曲 那么他们又进一步到台湾来 就影响到台湾 当然你可以这样去追很遥远的 这样的一种 这个 藕断丝连的这种 这种文化的一种 一种倾向 文化心理的这种倾向 但基本上 近代来台湾呢 它是求生活 它并不是 被 在政治上 失败被赶过来 一直到 这个 国民党内战失败 它等于是逃到台湾来 但在国民党之前 逃到台湾来的 这个 它不是 社会精英 但你如果跟香港比的话 这个不同 就可以凸显出来 到香港的是 各个阶层的人都有 而且 大量的社会精英到香港 你从这个 清朝进到 清朝路主 满清路主中原开始 就有 知识分子到香港 当然主要的 一波一波的 到香港 是这个 清末的 这个 有知识分子到香港 建立了民国 更有一大部分 一大部分知识分子到香港 因为民国是搞革命的 是五四运动 是要把这个 中华文化的这个传统 要把它现代化 所以香港反而变成是 中华文化的一个 保留的一个位置 这个当年在神港大罢工的时候 就是广东 这个工人大罢工 工人暴动的时候 英国的这个 英国在香港的总督 就下定决心 要把香港的 卢家文化要恢复 这恐怕也是 世界各地 没有看过的现象 更是英国 在它自己 世界各地 殖民地 所没有过的政策 就它要帮助 这个 香港的这个 卢学者 这些卢学者都是保守的 都是民国之后过来的 它不适应民国的 这种环境 它就从民国的时候 就过来 过来之后 这个 英国的总督呢 就鼓励他们 这个建立卢学 后来这个 这个香港大学 最早 香港的第一个大学 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 全部都是用英文的 唯一例外 就是它的中文系 当然它后来 中文系拿掉了 这个英国 总督的最主要的 一个政策 就是要利用 香港的这个 卢学的文化呢 去抵抗共产主义 抵抗共产主义呢 才能够避免 省港大罢工 这样的这个 这样的这种运动 共产主义运动 将来再进一步地 影响香港 那这只是一个例子 人家就讲说 这个 过去呢 都是殖民地的人 配合殖民母国 这个殖民母国 这个 把殖民地的人都剥销啊 这个 叫他们做这个 做那个 就是为了这个殖民地 为了殖民母国的 这个发展 只有香港例外 因为香港呢 是这个总督呢 拿资源呢 来保留殖民地 自己本身的文化 所以他们讲说 这个香港是一个 很特殊的一种 殖民主义这样 当然它主要的原因 它就是面对 共产主义 那到了这个 四九年之后 不用说 又是一大批的 这个 精英 逃到了香港 而且 1949年 逃到香港的 精英里面的 卢学者里面 还有一批 很特殊的人 就是耶稣会的传教士 耶稣会传教士 可以说是 全世界天主教里面 对中国研究最深 投资最多的一支 他还因为如此 还曾经跟这个 罗马教廷 这个发生 相当强烈的局语 最后还被罗马教廷 耶稣会后来恢复 他是因为 利马斗的时候 他要配合 中国的传教 他就要接受 中国的 祖先崇拜 这样的一个习俗 结果就被 教廷当中的 他的对手 要斗争他 就斗争了 这个耶稣会 但后来 过了几世年 耶稣会又重新恢复 那耶稣会可以说是 对于中国 投资最深的 这样的一个天主教教 今天的这个教宗 就是第一个 耶稣会出来的教宗 就是今天的教宗 也可以从他身上 看到这样的一个传 他就是不顾一切 非要想办法 要把大陆的天主教徒 要拉进到 他的影响的范围来 所以他愿意做 对共产党 做很多很多的妥协 因为他希望 他能够接触到 大陆的天主教徒 他就是耶稣会出来的 那耶稣会的传教士 也到了香港 他们就建立了一个 叫做 他们建立了一个 报 一个刊物 叫做 China Info 叫做什么来的 我一下叫不出名字来 我还写过一篇文章 特别介绍 这个 后来这样 这个刊物呢 因为1997年 香港回归的问题 就又移到了台湾来 放在台湾的辅人大学 那等到大陆 整个都开放了 世界各地的学者 都可以进大陆 去做研究了 他这个刊物的 重要性就没有了 所以他也就 他过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刊物 因为他报道的东西 都是大陆地方报纸的新闻 在这个里面 所以耶稣会的这个教士 也跟着49年这一批 到了这个香港 那当然不要说 这个60年的这种 这个难民朝 后来到了这个文革 然后又到了这个 八九天安门民运 又一批来 那现在这个 这个香港为了要 这个竞争国际化 从这个世界上 大力的网络 这个 在西方 学 学有专长的这个 年轻的学者 到香港去教 我说一批一批的 香港的学者 但你可以看到 到香港的 这一代又一代的人 当然跟台湾不同 台湾不是这样 一代一代 台湾中间有这个 有这个海段政策 对吧 当然它不是很 很这个有效 还是有不断的 大量的有移民 还是不断的 往台湾走 香港的这个移民 是一波又一波的到 香港 在香港的知识界呢 称这一些 难来的 难来香港 从这个大陆到香港的 这些知识精英啊 称之为难来者 就是从北边到南边来的 这些知识精英 一代又一代的难来者 难来者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 他呢 跟大陆当下的政权 是敌对的 因为他们是失败 所以过来 第二个 他们是把香港当成 是一个临时居住地 因为他们将来要回去了 第三个 他们认为自己 才是中国的文化的政统 所以从这个民国 我们讲说 这个英国总督 支持的这个 留学者 他们就认为 自己中国文化的政统 第四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 他们都瞧不起香港 他们尤其认为 香港人是殖民地的人 他们瞧不起他们 这里就出现一个 很有趣的 每一代到香港的 这个知识精英 都认为自己具有正统性 他们都不把自己 当成香港人 他们也跟后来的 或先来的 不同代的 这些知识分子之间 没有交往 因为他们的政治上的对手 是不一样的 对吧 有的人 之前来的政治上的对手 可能是革命党 后来政治上的对手 是共产党 再后来政治上的对手 是文革当中的这些 四人帮 再来政治上的对手 是八九天安民运 的时候的政府 每一代 他的对手是不一样 所以他们之间 也没有联系 所以香港慢慢慢慢 他就失去了 对于正统性 追求的这种能力 那台湾更不用说了 他在外交上 节节失利 他也失去了这种 对正统性追求的能力 等到中国崛起 二十一世纪之后 中国崛起 经济上的力量 变得非常之大 政治上的影响力 无远佛界 甚至军事的力量 都在亚洲 尤其他的周边的地区 取得了一定程度的 这种主导权 所以你香港也好 台湾也好 你要说自己是 文化上的正统性 极其困难 在香港认为 自己是文化上 正统性的最后一代人 恐怕就是 保调这一批人了 这个保调的这一批人 后来也变成是 早 刚刚开始早期的这种 追求民主派 这个对于北京 相当的尴尬 因为北京面对民主派 是把民主派当成对手 但是民主派是最爱国的 保调的时候 跑到最前面 这个对于 中共造成很大的压力 所以你反对的人 如果他比你还爱国的话 那你凭什么反对他呢 所以对他造成很大的压力 但这一代人没有了 就又保调 又 民主的 又是民主派的 又是保调 这些人花果凋零 不在了 那你回头看台湾的情形 不遑多让 这个老国民党 这个凋零了之后呢 接下来的 这个国民党 台湾化 我们就称之为 台湾的国民党 他更不可能去 他不要说 他在这种 这个资源上 没有办法 这个 跟这个 中国崛起来批敌 他在心态上 也不愿意 去正视自己的 历史文化传统 所以无独有偶 台湾跟香港 这种 从这个 追求正统性的 Chineseness 就变成了 追求差异性的Chineseness 他就从东北亚 变成东南亚了 这里面当然 除了 这个 政治上的肖长 跟这个世代的 这个凋零有关 他也跟某一种 社会生物学是息息相关 就是我们 我们刚刚讲的是上一代 前面的几代人 一代一代到今天 但对下一代 下一代人 他也有他的 我们所过去 没有认识到的 一种压力 我可以用 这个菲律宾的 这个 华人 知识分子 做 一个例子 我们在菲律宾 做研究的时候 发现 菲律宾的华人 跟当地的 这个土著的 知识分子之间 水乳交融 关系非常的密切 而且不分彼此 菲律宾的这个 对中国的研究 它有一个特点 我们平常讲说 在世界各地 有很多的学术组织 有做中国研究的 学术组织 有研究华人的 比如说美国也研究 美国华人 什么华人文学 华人社会 华人投票行为 美国华人的 这个研究行为 或者是美国的 中国研究的 这个学术组织 当然还有 这个社区的 服务 服务像这个 China Town 就是中国城里面 它有这种 社区服务 它是这个社会工作者 它是做社区服务的 这是三个 完全不同的东西 对不对 一个是研究华人的 一个是做社区服务的 一个是研究中国的 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我发现在菲律宾 这三种组织 有大量的重点 就是研究中国的 这个学术的团体 跟研究菲律宾华人的 学术团体 中间人是大量的重点 而研究 菲律宾华人的 学术团体 跟菲律宾华人的 社区服务的组织 人员是大量重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 在这个南海 领土争议的时候 这个菲律宾的一个 学者团 七八个学者 到了大陆 要去跟大陆的智库对谈 带队的这个人呢 居然是菲律宾华人 社区服务组织的领导人 因为他以前是菲律宾 华人学会的领导人 他在之前呢 也参加菲律宾的 中国研究学会 他的先生呢 也是菲律宾 中国研究学会的会员 所以就发现 这里面的人员 大量的重点 那这个表示说 这个菲律宾的华人 他跟他自己 本土的社会之间的那种 这种密合度 远远超过的 其他地方的 其他地方的这个华人 不要说是印尼啊 马来西亚这些 但是我在碰到这位 这个华人社区服务的 这个领导人的时候 他跟我说啊 他觉得他现在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对他而言 很大的一个挑战 他要想办法怎么样 他在年轻的时候 做了什么 他年轻的时候 因为菲律宾在 这个中国内战之后 菲律宾的这个华人 这个社区分裂成两派 一派是支持共产党 一派是支持国民党 其中绝大多数 是支持国民党 然后到了60年代之后呢 才有新的移民 又一步步的来 那就是新华 他说他在念大学之前 还有念大学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要劝所有的菲律宾华人 要走出他们的那个中国城 要跟菲律宾的社会 要水乳交流 要贡献给菲律宾的社会 要让菲律宾社会发现 菲律宾的华人就是菲律宾人 菲律宾的华人 对菲律宾的贡献 跟菲律宾人的贡献是一样的 甚至更多 他想尽办法 做这样的一种 说服的工作 让大家在心态上 要摆脱国共内战 你不要老在卷在 那个跟你没有关系吧 你是菲律宾人 过了四十年 五十年 过了四五十年 可以说他非常成功 结果他今天跟我说 他现在觉得很大的一个挑战 是要怎么样让菲律宾的华人 能够更好地贡献于菲律宾社会 过了五十年 他还在想这个事情 这五十年 他的成就非常地大 我真几乎看不出来 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 帮助我在菲律宾 做研究的一位年轻的学者 他因为参加我的研究 告诉我说 他发现 他的外祖母有华人血统 他以前从来不知道 因为这个事情 对他而言毫不敏感 有 也不错 没有 也没关系 对他而言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这一位 已经快要七十岁的 华人社区的服务领导员 以前是华人研究的 中国研究的会长 他还在想怎么样能够让 菲律宾华人更好地 融入菲律宾 你可以想象那个压力之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就是说 我作为移民的后代 我身在这个社会 我必须要对这个社会认同 跟我的父母不一样 我父母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怀乡怀旧的这种想法 可是呢 我要被这个社会接受 所以我就要认同这个社会 所以我就要对这个社会有贡献 这个社会是什么呢 这个社会在哪里呢 过去东南亚 都是各地的殖民母国来 然后这个人种的划分很重要 它不是按照国家划分的 它是按照你的种族划分的 你是华人 你是土著 你是伊斯兰 你还是佛教 你还是祖先崇拜 它是各种各样的划分 它不是按照国家划分 而现在独立之后 大家按照国家来划分 按照国家划分之后 就出现了新的政治的疆域 就是疆界就跑出来 新的政治的疆界 疆域就跑出来 这个政治疆域跑出来之后呢 你就变成就是说 那你是不是这个疆域里面的人 就要看你能不能够被这个疆域里面的 绝大多数的人口 那个种族所接受 跟过去在没有疆域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那你这个冷战 这个进行对于这个共产阵营的这个围堵 三十年下来 台湾它就变成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单位了 在这个冷战期间 在打内战的时候 我们心态上还是打内战的时候 我们是中国的 我们就是中国 我们的这个图书馆里面 有全世界各国的研究 有人专门研究伊拉克 有人专门研究巴西 有人专门研究缅甸 我们就是好像一个世界大国 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所以世界上所有国家我们都要研究 今天你到学术机构里面看 没有了 我们台湾要找到研究拉丁美洲的 可能是两三个人 找到缅甸的两三个人 没有了 以前不是 以前国家专门培养 每一个国家都要研究 因为我们是大国 现在我们是小国 我们没有那个心态了 没有那个心态以后 所以我们做的 我们就说 我们的这个疆域变成是台湾 疆域变成是台湾之后呢 在台湾出生的人 他就有同侪团体的压力 他必须要对台湾认同 他才能够被接受 这个我称之为叫做社会生物学 社会生物学 假如说我们的疆域是中国 那我们追求的是在中国的领域里面被认同 假如我们的疆域是台湾 那我们要追求这个被接受 接纳我们的 是台湾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社区 那我们是属于内战那一带过来的人 我们当然心里面想的 还是我是属于这个大的 这个中国的范围 我是在台湾出生的人 那我就是属于这个小的范围 在1949年之后 不论你是本地人还是外省人 都已经是第三代以后的孩子了 到今天为止 如果我们说第一代人 第二代人跟第三代人 他们之间的差别 第三代人最大的一个差别 就在于说 不要逼我选边 第一代人他有很大的一个 这个历史背景上的差别 第一代人他是 要么是两百多万人从大陆来 要么你就是在台湾 接受日本殖民统治 他有很大的这种差异 第二代人呢 他就是在一种 非常那个 这个 僵硬的 那个政治气氛下成长 这一代人 是冷战 内战的 那个气氛下成长的这一代人 他们到了 这个中年以后 有机会重新发现自己 就被迫要选边 你是选你父母这一边 还是选其他的 这个知识上 或者是思想上 理念上的选项 但是到了第三代人 他们全部都是 同时成长的一代人 他们同时在 一起教育 一起生活 一起成长 用的语言 玩的玩具 是完全是同一个 后现代的文化下 铺陈出来 所以他没有经历过 他们父母这一辈的 那种僵硬的那种 那种政治气氛 他们也没有经历过 更上一代那种战争的 那种热血澎湃 所以他们不要选边 他们要相互认同 所以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跟你讲 我跟你不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 而那个不一样的范畴 我刚才讲 现在今天就是台湾了 从这个70代的末期开始 台湾变成是一个独立的 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的 一个单位 所以从此之后 台湾就变成是 跟大陆不一样的单位 你变成是不一样的单位 然后你就进行民主化 这李登维很重要的 一个政策 他说民主化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本土化 就要建立本土的认同 透过民主化 大家一起来投票 所以我们大家就是 同一个政治系统里面的人 我们就认同同一个政治系统 这就是李登辉的政治工程 那么你 你从这个事后看起来 是非常有效 非常成功 所以台湾就 从一个单纯的一个经济体 它又变成是一个 独立的政治体 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体之后 第三代人 他们就彼此相互认同 而且必须要认同台湾 当然就是说 他要摆脱第二代人 跟第一代人的过去 所以他不希望在 过去旧的历史 背景上被强迫选边 对他们也能够 不要问这个问题最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这个第三代人 跑到大陆去工作的时候 你如果问他是哪里人 他们的回答非常有创意 这是今天可以说是 新近五年出现的 一种跨海峡两岸的 一种新人类 你问他是哪里人 他说我是昆山人跟新竹人 他说我是上海人跟高雄人 你不要问我是中国人 还是台湾人 我不知道 那是你们的问题 我不知道 对他而言 他解决那个问题 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差异性 我是地方性 我是区域性 我是部门性 我就是跟你不一样 所以他的这个话语 立刻就跟 东南亚的那个华人性 就结合在一起 对不对 东南亚华人性追求的就是说 我是华人没错 但是我这个华人 跟他那个华人不一样 所以你们看我的时候 不要把我当成跟他一样 所以我在跟他见面的时候 我们怎么知道 对方是华人呢 我们一定有一个办法 来识别对方 有的时候是用名字 因为我们讲的话 已经没有办法沟通了 我透过你的名字看到 你的一大串的土著名字里面 有三个字 是K-A-O 我就知道 哎呀 你这个名字是 华人的姓变过来的 你那个名字里面 有什么L-E-E-R 那你这个名字是华人的姓变过来 我可以透过你名字里面 是不是有那个过去 旧华人名字的痕迹来识别你 是不是华人 我也可能不这样识别你 因为我觉得名字 不代表任何事情 你老早就一点华人心都没有了 我干嘛要跟你相认 我们是华人 但你可能吃的东西跟我很像 我们都是同样一种料理 这个就可能不一样了 或者说 我们都讲潮州话 或者是我们都过端午节 像这个印尼的华人 在1998年这个排华事件之后 为了要重新让这个社会能够整合起来 印尼社会做了很大的改革 到了2014年有一个非常重大的 有几个重大的突破 就是中华的这个节庆又重新开始 可以被庆祝了 支那人又改回叫做中华人了 这个儒教变成是印尼的国家 可以认可的一种宗教了 这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革 那你就可以变成做华人 你如果选择儒教的话 那大家就认为你是华人 过去可能在印尼看 老远看你 你的皮肤比较白 所以我知道你是华人 它是透过肤色来判断 无论如何 你是要透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 彼此识别对方是不是华人 我们两个人彼此识别的方式 跟他们两个人彼此识别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都是华人 可是没有人能够定义华人 因为你不论你有哪一种定义 你一定会把一大堆人排除 你不能够用中华料理来定义华人 因为很多人可能 像这个 你发现在新加坡的 这个印度餐厅里面的 印度女士 她可能讲的是闽南语 那你说你是华人 说不定她也愿意说 那我是华人 因为我讲的是中国话 说不定你不知道 所以你识别华人的方式 变成是非常具有创意 非常具有特殊性 情境性 而没有办法一概而论 华人失去了一概而论的标准 但是不代表说 没有一概而论的相互识别标准 你就没有办法识别 你还是可以识别 只不过每个人身上 带的那个华人性是不一样的 甚至还会因为 在那个地方特殊的发展 比如说我们讲这种 这种凉惹的这种点心啊 这个点心在中国没有啊 但是它就是华人的点心 对吧 所以你就可以透过 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 来识别某一些华人 当然也会发生识别错误 所以有时候需要沟通 这就是我们今天 台湾现在碰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强调差异性 我们强调每一个华人 自己独特的汇血 我们强调每一个地方 华人它独特的相互识别的方式 因此就没有一个 可以进行整合的 华人的这种思想工程 没有哪一种工程说是 在概念上 在理论上 在思想上可以说 我把这个拿出来 已经散在各地的华人 就全部都跑出来 说那我们像吸铁一样 就把我们吸出来了 做不到 已经没有这个东西 那我们今天要谈 中国民族复兴 它的挑战就在这 这个民族复兴 你喊得在振天架下 你是没有办法 透过一种磁铁的力量 把中华民族潜在的 这种传承者给叫唤出来 你没有这种单一的 单纯的 简化的口号方式 识别的过程 你做不到了 但是不代表说 它没有能力 因为我们讲说 中国崛起之后 有很多的华人 基于他当下的这个处境 他觉得中国崛起之后 他感到非常的骄傲 比如说我们讲说 在2008北京奥运的时候 如果你去看 马来西亚的一份华文报纸 叫《光华日报》 你去看它的社论 这个你会发现就是说 这个中国队赢了 就好像是他赢了一样 他庆祝的比那个中国的 对庆祝的还热烈 马来西亚没什么好赢的了 他庆祝中国队赢 这不就表示说 他作为华人那种骄傲吗 就是说我虽然我是马来西亚人 但是我绝对不比你土著的 这个民族要低等 因为我有那个文化的传承 我有强大的这个祖国 表现得这么好 所以我予有荣烟 我不是中国人 但是我予有荣烟 我告诉你 就是说我透过 我跟我的祖国的某一种 再联系 再联结 我来强化我的自尊 那么也有人是透过 因为中国崛起 他要在中国做生意 他要回过头去找 他在中国的这个亲戚 然后可以帮助他 在中国开展生意 或者是他父亲的 父亲母亲辈的 亲戚父亲母亲辈的同学 帮助他开展他的这个生意 或者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但他因为在家里传承了一些 这个语言上的优势 他可以用潮州话 他可以再回到中国去做生意 有这样的一种优势 所以他愿意重新再华化 那也就是说中国民族的复兴 它不是来自于一个中央 由上而下的一种号召 他必须要仰赖世界各地 已经极为分疏多元 甚至无法轻易相互识别的 华人社群 自己基于他自己的各种 战略的因素 认同的因素 心理的因素 社会需要的因素 去害这个崛起的中国 重新连结 以便使用崛起中国 所能够提供各种各样 丰富的资源 所以中国民族复兴 它的一个挑战就在于说 一个强大的国家 可能会给它的领导人 一种印象 就是说我现在可以号召你了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 世界华人现在发展的 这种状况 就知道 没有哪一个单一的号召 可以是有效的 甚至你一个号召提出来呢 你要由上而下的动员呢 其结果是一部分人 被你号召出来 另外一部分人要抵抗你了 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要对 新加坡的华人进行号召 说我已经很强大了 你们不要再依赖美国了 我可以保护你了 那新加坡的华人 是不是会吓死掉了 因为它面对的是 印尼跟马来西亚的土著 他们这些地方 如果采取了一种 负面否定的政策的话 你这么远 你能够帮我什么忙 所以如果说 民族的复兴 是要靠由上而下动员的话 其动员的结果 往往是 你想象不到的反作用 相反的 你自我砥砺 所产生的一种 这种生命力 以及所制造出来的 更丰厚的资源 会让世界各地的华人 根据他自己的情况 来选择和你再连接的方式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跟 实际上各地许多的人 重新连接起来 而且这样的一种连接呢 并不是一种政治工程 所以它不具有压迫性 但这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讲这个 后华性的意思是 后华性 就大家都是华人了 然后呢 你什么都说不下去了 因为知道你是华人 一点帮助都没有 因为你可能是 完全不一样的华人 完全不一样的需要 完全不一样的背景 所以它已经是后华的状态 所以后华 已经进入到后华阶段的 全世界的华人的社区 要如何回归 重新连接 它自己的民族母体 必须是它自己的事情 必须由它自己主动 必须由它自己去设计 不论它的意图 是高尚 还是机会主义 这个不是任何一个 认为自己可以代表中国的 有睿智的圣人 可以帮助世界上 其他的华人决定 而且我们刚刚讲 任何的决定 只要由上而下进行动员 都会成为反作用力 反而不利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说 后华性的一种特殊的现象 那台湾今天就夹在这个 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到东南亚 从正统性的追求 到差异性的追求 我们就卷在这个东西里面 我们卷在这个东西里面呢 我们有的时候 会试图要跟中国建立区隔 比如说我们的新南向政策 我们有的时候要加强 我们跟土著的混血 所谓土著不是台湾 台湾不是讲土著 而是跟这个东南亚的 这种华人来混血 或者是跟华人比较接近的 比如说越南人啊 什么跟这个 跟这个东南亚的 社群体里面的人来混血 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这个 这个华人性 但是不论你怎么降低 你都会保留一种可能性 就是让你重新再连接 而且你都会不能摆脱的一种 一种这个尴尬 就是别人还是会 透过识别 各种各样不同的识别 把你的那个华人性叫出来 所以这个 这也是我们新南向政策的 一个挑战了 那在这个新南向的这个政策 这个大的agenda之下 我们可以预期呢 它不会成为中国民族复兴的阻碍 除非有一个刚刚讲的 由上而下的这个号召 要强迫 把所有的华人抓回去 那我们就会成为阻碍 不然的话 我们在 大量互动 混血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说不定是在 更多元地扩张 这个后华性的范畴 就是本来不具有华人性的人 他因为跟我们混血了 他反而具有了某一种华人性 所以我们以为 我们是在降低我们自己的华人性 但我们同时呢 去增加了这个 东南亚社群的这个华人性 所以它可能也代表的是一种机缘 认清这样的一种 这种 没有办法事先界定 也没有办法 从一而终 也没有办法依赖圣人的 这种思想跟文化处境之后呢 我觉得中国民族复兴 它就可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这个事情 不此之途呢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也不是原家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想我今天就跟大家沟通到这里 我好像